你好 欢迎收看2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今天终于开学了 很多家长大部分都是以车辆载送学子们上学 而学生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的上学物品 玉里警分局分局长陈慧维 有介于学子们的交通还有身体健康安全 在开学第一天 特别指示辖内三厢镇各派出所远景到场 和志工和老师们共同守护学生上学安全 也在现场宣导落实防疫工作 家长们一一将子女送抵校门之后 由警察叔叔姐姐以及志工妈妈 护送学子过马路陪伴到校园内 开学期间细心呵护 更是生怕学子们近一个月假期尚未收心 一步流神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另外因应新冠状被炎造成的危害 玉里警也在现场贴心提醒学子们不要共识 悟用手触碰食物 要用洗手乳或是肥皂勤洗手 身体如果有感到不适 要立刻跟父母亲以及师长说 有发烧症状要戴口罩 避免上学 并立即就医 以减少群聚造成的感染危险 玉里分局表示 由于部分车辆会在校园四周违规停车 更有少数的驾驶人完全不顾学生 完全呼啸而过 让人看了触目行精 特别提醒驾驶人以及家长行进校园 请减速慢行 并且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玉里分局将持续规划在每日上放学时段 结合岛户老师以及志工妈妈 在校园门口守望执行交通疏导 维持学校周边交通秩序 让家长以及学生都能够安心 继续高通双遇见采访报道